这部影片并不是肯雅导演所拍摄的影片 它是英国的导演贾斯丁·乔维克 他透过无情的历史告诉英国人 你们过去对殖民地的肯雅做了什么 然后呢他在一个老人的身上告诉大家 这位曾经被迫害的老人如何永远不放弃自己 某个程度也在讽刺 肯雅现在黑人的政府 事实上他们的内心仍然充满了殖民主义留给他们的影像 连他们自己过去可能都是英国政府的买办 也不愿意面对英国曾经对肯雅的迫害 这部影片人生八十才开始 它让我们深深的反思过去殖民主义的暴行之外 让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即使在所有的逆境当中 甚至他好不容易用他的人生所创立出来的国家 还在出卖他的时刻他仍然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努力 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为大家介绍当时在大陆 中国大陆在抗战的时刻 抗战时期呢 所有足够学问的人 能够创办大学的人 大概口袋里头一定是有钱的 一定是有足够的美国的学位 英国的学位建桥的学位 那个时候拥有一个美国的公民身份证 它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你有花园 你有洋房而已 你可以免于战争 战乱多么的无情 在中国每一个地方 它夺走大家的生命 大家的家庭 每天你都活在恐惧当中 可是却有几位伟大的教育家 他们明明可以选择自己留在租借的地方 或者就带着他的钱到美国 当一位美国公民吧 可是在那个时代里头 他们觉得国家的教育不能够放弃 中国的这一代已经没有了 下一代必须被培养 这一代为大家所说的 叫做先生回来了 先生呢在民国初年指的意思 他代表了革命家 他代表了学者 代表了作家 代表了社会对某一群人的尊诚 这些先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在抗产时期 中国战略时期 永远不放弃教育下一代 不管从在天津的时代 还是在重庆的大后方 他的名字分别是 创办南开大学的张柏林 还有梅宜齐 竹可珍 陈远格等四位民国先生 1937年7月 日军开始轰炸天津 美联社记者艾波斯坦 在当时的报道中如此写道 夜里两点钟 天津市内战开始 郊区的南开大学 遭受猛烈攻击 几乎一为平地 那个时候 南开创办人张柏林 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 召开的国式谈话会 南开校园没有了 张柏林34年的苦心经营 文为废墟 当蒋介石正式宣布 对日作战时 张柏林第一个回应 只要国家有办法 能打下去 我投一个举手赞场 打完了仗 我再办一个南开 八年抗战 南开成了第一所 罹难的高等学府 为了保存中国大学教育的 一线生机 清华北大南开决定南迁 三所学校900多名学生 在1938年长途跋涉 抵达云南昆明 重新开课 这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著名的西南连大 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孩子 就是说 他们一轰炸完 在飞机上 他们就出来 就去读书 就去做实验 因为我觉得他们始终知道 他们得抓紧去学 他们得赶紧要为这个国家出力 而且那些教育家明白 这场战争 我们一定会胜利 胜利以后 我们必须要有人才去 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对 觉得这就是远见 对当前大陆的 十三亿中国人来说 民国作为国体 是短命的 但是 这个被共产党打跑的政权 却在短短几十年 多半兵荒马乱的岁月里 奠定了一个现代国家的 大致框架 最重要的因素 无非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 灿若心海 梅一齐 特喜欢了 先生的这种 你看梅青木秀 又一败风骨的那种 很清渠 对 清渠 眼神很清澈 对 梅一齐在这张照片上 流露出的气质 完全满足了人们 对民国先生的想象 前后 温和 举手投足间 近视学养风度 1931年到1948年 梅一齐担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的17年间 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 但没有学术地位的学校 一跃而寄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这个时期 也被公认是北京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 不惯乎国府牵台后 蒋介石不远千里 也要把人在美国的门一齐请回来 在新竹重新开办一所 能和北京清华相抗衡的大学 但他就说所谓建大学就得一步一步地来 所以他就是先建一个原子科学研究所 就是一个研究室的学院 再一点点地再把它建起来 至今新竹清华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清华的 可能六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 但是他的排名远在北京清华之上 越是颠沛流离的大时代 越是考验教育家的风骨与坚持 民国高等教育的壮阔格局 所仰仗者 正是这些学者大儒的胆识气度 1944年 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 带着夫人来到贵州煤坛进行学术交流 到达之后他非常震惊 在这边远山区里 竟有这样一所制学严谨的高校 叫李约瑟瞠目结舌的 是在抗日战火中 历经四次大规模辗转迁徙 最终落脚于贵州的浙江大学 而率领这次长征的 是当时的校长朱可真 他也是中国最优秀的气象学者 一个学校在迁徙动乱中的学校 他们的研究水平 他们的学员的素质 都可以和世界一流的大学相抗 这就是朱可真先生的风骨 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 被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 浙大的许多教授后来也认为 自己一生研究的黄金时间 就是在贵州煤坛 物质条件极差 学习风气却极盛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例如近代大儒陈寅雀 就是在战火离乱的长沙临时大学中 不靠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 写出了随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两部不朽史书 当年他游学欧中 他不是说去要读多少博士 他呢就等于说 我这门课我觉得学的都差不多了 半年一年 可能再有半年就能拿个博士呢 他转行了 他可能去学凡文了 去学印度文了 去学另一种宗教了 一个学位帽子没拿回来 但装了一肚子真学问回来 陈英雀上课讲道深处 总喜欢闭目两久 自从55岁那年双目失明之后 再也没人见过他像原来那样讲课 因为从那时候起 他总是睁大眼睛望着前方 就像这张照片 目光如炬 眼前却是一片黑暗 但陈英雀的心里自有一道光 引领我们在梳理中国教育 百年善变时 找到不断回望的榜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